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一毫米足迹的田径 前几天感冒了,然后这两天好了,天气又不错 我们出来溜达溜达,我们来到了北京西山的大爵寺 我身后呢就是大爵寺的山门了,一起去看看吧 我先上吧,预约一下 和销 点一下和销 大爵寺的门票是20元,我们有年票 一提起大爵寺呢,最著名的就是青泉古树和玉兰 大爵寺里呢有一棵树林超过300年的玉兰树 每年的4月份呢,玉兰花就开了 很多人呢就来这里踏青赏花 4里呢还有一树千年的银杏树 到了秋天树叶黄的时候特别好看 只不过现在不是季节 我们看能不能找到这两株古树 一进大爵寺的山门呢就能看到两座碑亭 这两座碑亭呢都是明代的时候修建的 这个是北碑亭 碑亭里的这个碑呢是刻的是明朝寿重建大爵寺的碑文 玉兹大爵寺大爵寺碑 这个是宣德三年四月初七日 我们去南碑亭看看 康熙五十九年 康熙五十九年 岁次庚子秋九月和朔雍亲王 转并输 这是雍正当皇帝之前 然后写的送给了这里的方丈 佳陵产师 就是他当皇帝之前 就跟这里的方丈关系很不错 这个碑的背面刻的是 初从文 三年不中 后习武 教场发始 中古力 竹之初 岁学一 有所成 自转一良方 福之足 这也是乾隆玉笔 那边有个展厅 去看看 乾隆与大爵寺 大爵寺呢 始建于辽代 那时候呢 叫清水苑 道老明宣德三年的时候 宣德皇帝重修寺院 刺名大爵寺 北京东城区的雍侯宫旁边 有一座柏陵寺 嘉陵和尚原来是柏陵寺的方丈 当时雍正皇帝还是雍亲王 他们俩是邻居 经常串门 肯定是商量了许多不可告人的事 等雍亲王变成雍正后 嘉陵和尚可能觉得自己知道的太多了 怕被皇上灭口 所以就跑出去云游了 最终在江西庐山的归宗寺元祭 后来雍正将其夷邻大爵寺 追授了大清国事的称号 北方一般的寺庙呢 都是坐北朝南的 而大爵寺呢 比较独特 它是坐西朝东的 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然后大爵寺呢 始建于辽代 具体是哪年建呢 是说不清楚的 但是呢 辽代的时候是契丹人 契丹人呢 他们都是崇拜太阳的 所以他们建的这个寺庙呢 就是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 而它也是依山而建的 所以它就是坐西朝东的 會像给你看 你 哇 鸣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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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也就是弥罗佛 弥罗佛左右两侧是四大天王 是佛教的护法天神 俗称四大金刚 而弥罗佛背后则是韦陀菩萨 他是佛祖的弟子 手持金刚柱镇守真经 降妖除魔 左国天王殿就是整个寺庙的正殿大宣宝殿了 而一般是大宣宝殿几个字 而这个大宣宝殿是无去来处四个字 乾隆欲比的 传说这四个字已经不是当初乾隆写的那四个字了 是后来有个军阀逃难道治理的时候 说这四个字不吉利 有事就把它给挂掉了 后来从乾隆书法里拼了这么四个字 拼到这了 这只是个传说也不知道真假 目指盘往早景 大宣宝殿里供奉的是佛祖释迦摩尼的像 一般有三尊 正宗的是释迦摩尼佛的正身像 两边是他的不同化身 在佛教的不同宗派里 对旁边的这两位也有不同的说法 反正都是佛 大宣宝殿的两侧 一般都宿有十八罗汉像 而大厥寺里的却是二十诸天像 指的是佛教里的二十位天神 在佛像的背后 一般都有三大士或者海岛观音像 这里是文书 普贤和观音三大士 这棵树好大呀 这肯定就是那棵千年银杏树了 好大 地上还有点银杏树叶呢 那也快飞我们去看看 刊印大藏经典 班赐天下 用广流传 自己一藏 安置 大爵士 涌冲供养 就是皇家赐给大爵士了一部大藏经 一般的寺院呢 从大寻宝殿出来呢 就应该是藏经楼了 而这个呢 是皇家的寺院呀 所以它这后面还不是藏经楼呢 是无量寿佛殿 上面的匾额还依然是 抢龙写的 动静等官 很多游客呀 一来到这儿说 哎呦 这个怎么这么破旧 也不修一修啊 其实啊 这事都是修复过很多次了 修复文物呢 秉着修旧如旧的原则 那是用一种铜油钻生的方法 这种工艺修复的 具体呢 细节呢 我也不太了解 那有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了解一下这种工艺 它其实是有在上面刷铜油 然后保护它 让它呢 有这种沧桑的这种感觉 无量寿佛殿里 供奉的是西方三圣 也就是无量寿佛 观音菩萨和大师至菩萨 两边是十八罗汉像 这里的十八罗汉 可不是少林寺的十八童人 他们都是佛陀的弟子 在西方三圣像背面 则是海岛观音像 是根据观音旧巴难的形象塑造的 观音立于海岛里的凹头之上 左右两边分别是善才童子和龙女 这个字啊 它有的是那个慈禧写的 不是都是抢龙写的 慈禧也很好写大字 我刚才在里面看到了几组大的柜子 我就问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说 这些呢都以前是放经书的 只不过现在这柜子里空了 经书呢放在其他地方妥善保管了 而这个店呢 它并没有突破传统的这个寺院的布局 它依然也是个藏经阁 这上面就是大师们参禅奖金的法堂了 大碑坛 避孕青石 还有这个古寺兰箱 文物生饭 哇 这是整个温宿建筑 这个就是那个千米里的树 树也做得好大 我们现在在这儿 后面就是嘉陵和尚塔了 这是那个慈禧写的 我就说这几个字应该是慈禧写的 慈禧也好写的大字 这有一个这么大张的 嘉陵禅师的一张画像 这个就是寺内存到辽贤游四年 刊离的阳台山清水院的藏经祭碑 哇 这就是那块寺碑了 这块寺碑呢 它是公元1068年 也就是辽贤游四年课的 是最早的关于这个寺院的文字记载了 有人说这个寺院呢 就是辽贤游四年建的 但实际上这个碑上面已经就记载了 这个寺院以前叫清水院 而且已经有很大的规模了 这寺院建成这么大规模 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建成的 我觉得有上百年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所以说大绝寺呀 真是名副其实的千千古差了 你看啊 这个塔的基座上有这么多的龙纹啊 它是富波式塔 跟北海公园那个白塔很相近 塔呢是嘉陵和尚的木塔 底座呢是有龙纹的 我数一下有四面 然后每一面呢都有五条龙 那就有二十条龙 这不是一般和尚能够享有的这种规格 这是最高规格了 所以有人呢就传说啊 嘉陵和尚就是顺治皇帝 如果这是真事的话 在大清帝国的这个历史里头 这个就是最高机密了 正史是肯定绝对找不到的 这可能就是以前的清泉了 但这不是辽代的原物 看着比较新 契云轩四仪堂 古玉兰就在那四仪堂里 绍兴菜馆 估计私料里的绍兴菜馆 我销背不起 走吧 小心啊 对 契云轩是这个 八个门块 这就是皇帝后妃们 来这儿休息喝茶的地 下面就是四仪堂了 这就是那个三百多年的玉兰了 玉兰的花苞 对于高级吃货来说 它有一个自己的名字 叫心仪 你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吗 关注一毫米足迹 看有内涵的旅游视频 这个杯的背面刻的是 玉兹重修大爵寺碑文 是乾隆十二年岁 在丁卯东十一月 这也是乾隆玉笔 对我来说 好